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經過這次的帶著夢想去旅行拍攝完成 那你會覺得假設如果有第二部電影的話 你想要呈現什麼樣的題材內容 那你還會想要繼續拍嗎 如果是我的話其實我還蠻希望就是 我覺得跟我作品一樣 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時候是快樂是開心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下一步就可能走喜劇路線 我覺得就是可以當個諧星 那你這部片是走什麼路線 假白 溫馨 私信的路線 鼓勵很多很多正面的力量 那我想問社長就是其實 就是你到底什麼時候要交女朋友 因為其實我蠻困難的就是 之前也有人就傳遙的人說 其實我跟她是在一起的 我覺得我一定要平反一下 就是唯一有挑選的權利 所以我要問她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交女朋友 可以讓我洗清我的清白 沒有 等你跟九把刀結婚之後才會 謝謝你喔 謝謝你喔 好啦 問了正經呢 就是其實 就是你經過這樣第一次拍這部電影的一個經驗 你會不會想要再拍第二部 為什麼重複我的問題 我要問你啊 免得我想拍 但你不幫我拍 這樣我就尷尬了 其實我還蠻想拍第二部的 雖然覺得過程兩年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其實就很像 每一次都覺得是好像 就跑馬拉松一樣 跑到終點 一定想說一定 下一次再不去報名馬拉松之類 可是當然接下來又一次比賽的時候 你又想要去報名 所以像剛才王王講的 其實這部片我們都覺得有很多遺珠之憾 然後或者說過程裡面還蠻感動的花絮 但是沒有辦法呈現在這部電影裡頭 那我們也希望 王王今年剛好是創作五週年嘛 那我們覺得也是夢想五週年的一個開花結果 那我們也希望等他十週年的時候 然後可能他已經生小孩了 那可能他跟他的小孩 然後跟他自己作品的這個小孩 然後兩個小孩可以一起入鏡 然後拍攝一部像他剛才講的 可能台灣難得的 難得的有一部就是以作者為主角 然後是呈現搞笑 然後有趣的一個 漫畫版的周星馳之類的電影吧 也許如果有錢的話 你要多存錢啊 好 這是我的改版新書 這次很高興的幫大家準備了幾本小禮物 希望可以送給大家 如果大家可以回答我以下的問題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把改版新書送帶回家喔 第一個問題就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第一部紀錄片的電影 5月21號上映的那一部的電影名稱叫什麼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 我第一個在部落格發表的MSN的圖 是哪一個表情圖4 然後第三個 就是我的改版新書一共改版了幾本 然後這些以上的答案的提示 都會出現在我的部落格跟電影的預告裡面 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話 應該就會知道答案是什麼 然後就可以把簽名書帶回家囉